大家好,我是心灵侦探Mr. Chen 今天我们继续聊 我在大陆碰到身边诸位奇人老师 透过跟他们学习各种知识 从一名诗家侦探成为现在朋友及来访者 都称呼我为心灵侦探的奇遇经历 之前讲到师父跟我讲的轮回的真相 今天接着说师父告诉我的 如何走回自己投胎转世前 自己设定的人生剧本 如果不是家里本来就有信仰 或是福报比较好 有好的机缘 让自己很早就走上觉醒开悟的道路 知道自己来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 清楚看到自己的真实人生剧本和真正的使命 才能够有这层觉知 走上开挂之路一生畅行无阻 然而大部分的人因为福报不够 与本我的连结不强 感受不到你自己给你自己设定的 让你要开始记起你人生使命的信息 所以一直昏昏噩噩的过着日子 被家庭或社会推动 被集体无意识给绑着 过着好事没有选择的人生 或是以为是自己意愿所选择的人生 但人生的现在 你又觉得活在焦虑和抑郁当中 其实很多这样的状况 都是活在我们所说的非我人生当中 这些过着非我人生的人们 只有到后来 在平常生活和人际相处上 感觉到哪里不对 直到自己出现了抑郁焦虑的情绪 因而开始寻求解决心理问题 才有机缘碰到对的人 有能力帮助到你的人 引导你觉知开悟 找寻自己真正的人生方向 其实我真心调查工作做到后面 也开始有点这样的感觉 觉得做这个工作 似乎没有以前那么起劲 不应调查做到有点倦怠 虽然我们公司很早就拓展业务 到律师事务所 跟企业当中去做诉讼调查 工商调查和谈判协商 也和国外的调查公司 联盟合作国际案件 也是取得了一定的商界的声誉 然而还是没有以前 沉浸在工作的那种满足感 那时我就隐隐觉得 我工作时莫名其妙 从高处跌落受了脑伤 患了抑郁症 是一个警示 直到来到大陆 才证实这个事情 因为到大陆碰到了 这些老师 高人 才真正让我领会到 这一生的使命 不只是做侦探 跟调查的工作 每个人在这辈子 完成人生使命 或人生剧本的过程 一般都是没有那么顺利的 甚至到现在 还是很多人 在非我的人生剧本当中挣扎 因为他们还没有缘分 与自己的高我连结 照师父说的话 有的人甚至这辈子 也没有福报 走回自己设定的剧本 修完这辈子 自己要修的功课 直到这一世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灵魂出来 看到自己躺在那里 才会回忆起 自己有多少功课 没有完成 后悔虚度一生 只能下辈子再度来 要开悟觉醒 真的就要像 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一样 碰到给他三颗制的 紫霞仙子 其实每个让你痛过的人 可以说也都是透过 让你痛的方式 在点心你 或是真的碰到 觉醒开悟 已经了解这个世界 真相的人 给你最精辟的教导 不过很多人 就算是上帝 佛主化身在你面前 给你讲一大堆真理 你仍然是接受不到 不肯相信 这就是你的头脑层面 小我层面 给你的枷锁 让你永远只能在 低微当中轮回挣扎 真的要跳脱头脑 小我层面的制约 只能慢慢打开 自己的认知 就我目前 接受了我师父 以及其他 开悟老师的教导 我来聊聊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其实 每个人的灵魂本质 都是一尊佛 一尊菩萨 每一个人 都是造物主的一部分 每个人 都有着神性的一面 然而 投胎后 大部分的人 都忘了这一切 少部分的人 是有前世记忆的 还有很少部分的人 带有累世的记忆 下来投胎 像本教 跟藏传佛教的活佛 这类有使命的人群 活佛们 可以透过特殊的激活方式 就可以在小时候 完全觉醒 取回自己的记忆 不过 这个毕竟是少数 他们的使命 就是来告诉世人真相 以无上佛法 普渡众生 现在 你就可以开始这么想 我们就是下来地球 体验跟渡截的 目的就是为了要让灵魂 透过体验 渡截 学习 缴结累世的缘 透过各种人生的修行 把灵魂的层次提高 最后再回到你来的地方 然而 我们投胎时 灵魂的记忆需要被清除 就看你什么时候 因为各种痛苦 煎熬 让你受不了了 因为这些苦 让你被这世间的种种外向 以及小我 及头脑层面 表意识控制的 那一颗被各种壁垒 包住的本心 逐渐因为痛苦而破裂 让外面的光 逐渐从心外的壁垒 破碎的裂缝 照进你的本心 让你本心内在的潜意识 逐渐苏醒 浮现出来 与你的表意识对抗 这个时候 很多人会出现 抑郁 焦虑 恐慌等等情绪障碍 其实这就是你的潜意识 要突破屏障的表现 一般人都是要有这个 让痛苦 急碎 本心外在屏障的 这样的过程 才有机会 开始内观自己 向内找寻原因 进而疗愈自己 转化自己的内在 与自己的高我 重新链接 找到你自己 最应该走的道路 活回自己设定的人生剧本 你才有机会 摆脱自己 如提现我的人生现状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希望我所说的 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希望大家都 关注自己的情绪 不要小看焦虑和抑郁 有可能这就是你将要 灵魂觉醒的征兆 对灵性觉醒 有兴趣 想多了解的朋友 可以留言或私信我 请看到这边的朋友 动动手给我点赞 关注跟分享 我会持续更新 希望大家都能 逐渐与潜意识连接 找回真正的自己 走回自己的人生剧本 谢谢大家